过了一会儿,只听到鬼力淡淡地说道, 畜生不懂事,你不要见怪。 金平儿向他看了一眼,定了定神,点头笑了一下。 随即像手边烤好的兔子轻轻吹了吹气, 然后才用白葱似的手指在上边撕了一小块肉, 放到嘴边嚼了起来。 这一入口,金平儿顿时精神为之一阵, 瞬间只觉得那香味仿佛有灵性一般, 窜遍了自己全身,身子似乎轻了几分一般, 满口生津,这味道竟是前左未见的可口, 外表的一层皮脆而不焦,薄而香酥, 那里的肉滑而嫩口, 再加上也不知道是怎么调配的调料, 那美味竟然如浸入心脾一般, 这一场竟是欲罢不能。 万万是没有料到, 这个美味竟然是眼前这个男人做出来的, 饶是金平儿道行颇深,心智坚定, 此刻却也是胃口大开, 撕下了一块又一块, 不过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吃完了一条兔子腿, 这才觉得有些饱了, 停了下来, 随即那笑了一下, 向鬼里看去。 公子豪手一样, 一只普通的兔子, 竟然也能被你烧烤得如此美味。 这时猴子小灰已经又跑了回来, 趴在鬼里的身边, 一双灵活之极的猴眼转来转去, 一会儿看看鬼里, 一会儿呢, 又向金平儿看去。 哼, 雕虫小技, 让姑娘见笑了。 我这辈子啊, 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兔子呢。 鬼里淡然一笑, 正想说起什么, 但身子忽然一阵, 眼中一片迷惘。 这句话, 这声音, 这份盈盈笑意, 突然在脑海中翻腾起来。 夜色悠悠, 夜风冷冷, 她的心口却突然一疼, 如怒海波涛一般, 翻滚起来。 曾经何时, 自己竟然也曾经听到过这些话语, 那是尘封在多年前过往岁月里的时光, 却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 清清小夕, 波光淋淋, 盈盈笑意, 风声清清。 空桑山悬崖后, 刚刚脱离死地的两个人围绕在火堆一旁, 也在烧烤着。 那微笑着的, 那水绿衣裳上的身影突然淹没了她, 占据了她所有心灵空隙, 她竟是无法自控地抖了一下。 碧瑶。 很好吃啊, 我这一生中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你现在烤的这只兔子。 当年的那句话悠悠回荡在脑海之中, 慢慢变成了刺, 变成了针, 刺进了心口。 公子, 公子。 一阵微带惊讶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来, 把鬼力拉回到现实。 金平儿不知何时站了起来, 左手拿着那根木棍, 但右手不知怎么却缩到了袖子之中。 鬼力的目光一宁, 深深呼吸, 镇定心神。 啊, 我没事。 金平儿甚是望了她一眼, 眼神中神色变幻。 公子,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有什么事吗? 哼, 我能有什么事儿呢? 公子没事就好了。 鬼力的心中忽然一阵烦闷, 但脸上却什么也没有表现, 她正想说起什么, 身旁一只安静的小灰, 却突然身子一动, 回头望去。 鬼力和金平儿同时若有所感, 站起身来向南望去, 只见南方天际, 那一片被群山围绕的宁静焚香谷的上空, 突然远远传来一声厉笑, 一道红光冲天而起, 照亮一片天际之后才缓缓落下。 鬼力和金平儿眼中的光亮, 同时亮了起来。 焚香谷中, 原本因为夜深都熄灭的灯火, 竹衣都亮了起来。 或远或近的人生, 夹杂着几许被打扰的, 小睡眠的低沉怒骂咒骂声, 渐渐也响了起来。 但在这一片渐渐变大的喧哗声中, 愤怒的、 鹤问夹杂在诡异的, 如同野兽跑脚声中, 从焚香谷的入口处传了起来。 片刻之后, 那思豆声已然传了过来。 与此同时, 清脆的铃声和警报的钟鸣, 在山谷的上空回答, 在这深夜之际, 竟然是有外敌强行攻住了焚香谷。 无声无息地感到, 隐藏在另一座山头的鬼吏和金瓶盖, 望着焚香谷入口处那片灯火, 似乎不及, 从焚香谷往入口赶出的人影, 心中都是暗汉吃惊。 究竟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明目张胆, 冒犯号称天下正道魁首之一的焚香谷呢? 就算是以他们这两个魔教, 新一代初类拔萃的高手, 面对焚香谷中卧虎藏龙的高手, 也只是考虑到能否暗中潜入。 本来在他们刚刚来到此处的时刻, 金瓶盒还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 难道是你们鬼王宗吗? 鬼吏自然否认, 但他自己思来想去, 确实也实在想不到, 如今除了天下魔教, 还有哪股势力, 如此嚣张大胆? 眼见着夜色中焚香谷人声嘈杂, 过了一会儿, 仍然有人影儿, 不停向山谷入口处而去, 看着情景, 那儿的局势非但没有平息, 反而有恶化的趋势。 鬼吏和金瓶盒微微皱眉, 但眼下这毕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他随即向身旁的金瓶盒轻声说, 我们进去吧。 金瓶盒点了点头, 但他忘了鬼吏一眼, 我对山谷入口那里的事情很感兴趣, 我们何不趁乱先去看看。 鬼吏沉沿了片刻, 摇了头, 你去吧, 我进坟小谷深处看看。 金瓶儿在暗中似乎正了一下。 也好, 那你小心。 鬼吏微感意外, 从金瓶儿的口中突然冒出小金这两个字, 似乎有些古怪。 但金瓶儿迎着他的目光却只是奄然一笑, 陡然间身形化作淡淡流光, 悄无声息地从山脊上滑了下去, 片刻就消失在黑暗中。 鬼吏皱了皱眉, 眼中掠过一丝金光。 焚香谷剑派至今, 历史虽然比不上青云门和魔教, 但经营此地却也已经超过了八百年, 鬼吏在夜色的阴影中悄然潜入, 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殿堂楼阁。 看那建筑风格, 与中原地带倒是颇为相近, 但在细微地方, 诸如窗楣、眼角, 也不时看到有些猛兽雕士, 却是中原所无。 显然, 这八百年里, 焚香谷也受到南疆边陲当地的粗犷风俗影响。 山谷入口那处依然喧闹不已, 平日里, 鬼吏和金瓶儿最头疼的那种警报铃声, 也同时在响个不停。 它目前小心隐匿的地方, 是在山脚下一块大石之后的阴影中。 上次暗中潜入, 也就是在这儿再往前进几步, 顿时那莫名其妙的清碎铃声就会响起。 此刻听着远处, 那铃声响成了一片, 大石头前三丈地方是一片空地, 然后就是一间样式普通的房子, 看上去似乎是焚香谷弟子的居所。 鬼吏深深吸了口气, 在阴影中站直了身子, 向四周望去。 这里附近一片安静, 与远处的吵闹对比起来, 更是悄无人声。 至于那间房子里的焚香谷弟子, 似乎也已经被召唤到山谷入口出去了。 在这片有些莫名诡异的宁静下, 鬼吏缓缓地向前走去, 一步, 两步。 它走得很慢, 一直走了五步, 周围的一切如常, 但鬼吏脸上的神色却更加凝重, 因为上一次, 它在这儿便是踏出第六步的时候, 那奇异的铃声就响了。 它眼中金光渐渐亮起, 向四周缓缓扫去, 却只见这附近依然是没有什么变化。 片刻之后, 它慢慢地踏出了第六步, 几乎就在它踏出地面的同时, 清脆的铃声突然在前方响了起来, 在一片寂静中远远传开。 鬼吏的身子一僵, 心中是惊怒交集, 这焚香谷中的鬼门道如此厉害, 却怎么也发现不了, 实在是诡异。 但今晚情况自然和前些日子不同, 虽然鬼吏触动了什么无形的机关, 发出了警报铃声, 但远处嘈杂之声与打斗之声却更加厉害, 不过片刻就将这铃声给淹没了。 鬼吏当机立断, 四夹一早, 随其身子飞起, 贴着地面掠到前面那栋屋子背后, 只是周围那个铃声依然响个不停, 实在令人头痛。 就在此时, 一直安静地扶在鬼吏尖头的猴子小灰, 突然低声叫了一下, 鬼吏一正, 转头向尖头的小灰望了一眼, 映着夜色中一点点悠悠月光, 在阴影中的鬼吏眼前, 小灰的身体突然传出一声轻微的咔咔声音, 随后, 他额头上那道灰痕颜色竟似乎伸了下去, 还没等鬼吏反应过来呢, 似乎已经有些不对头的小灰, 却突然转过头来, 一双猴眼中竟然渐渐亮起了奇异逼人的金色光芒, 但在那片金色背后, 隐隐还夹杂着一丝诡异的红色。 小灰的猴手突然指向那间屋子远处, 一个偏僻角落的地基。 鬼吏将小灰抱下, 仔细打量一下。 怎么了,小灰? 小灰的口中轻轻叫着, 手依然指着那个方向, 同时眼中那道金色光彩慢慢淡了下去。 鬼吏的眉头一皱, 随即点头, 将它往尖头一放, 伸得顿时飘了过去。 阴暗的地基墙角, 隐隐散发着青苔的味道, 在鬼吏细心搜索之下, 很快就有了发现, 一个持续大小的小洞隐藏在地基处。 他眼中金光一闪, 伸出手去, 忽然快如闪电般探入洞口。 片刻之后, 洞中发出一声第一声鸣叫, 随即立刻沉没下来。 几乎就在同时, 周围响个不停的铃声, 也突然停止。 鬼吏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缓缓将手抽了出来。 片刻之后, 他手掌中抓持之中, 赫然有一只奇异的野兽, 挣扎两下就不再动弹。 这怪兽全身灰皮, 身有三尺长左右, 身子却做奇异的弓形, 背部高耸, 头尾低垂, 一双小黑豆式的眼睛, 镶在头上。 但最奇异的, 却还这死兽, 有一只奇长的鼻子, 大概有将近半尺来长, 快有身长的三分之一左右了。 鼻端最前头, 粗大的两个鼻孔, 看上去似乎和农民家中 圈奖的猪差不多了。 鬼力正了一声, 随即横了一声。 难怪我说怎么躲也躲不过去呢, 原来居然有这种灰臀。 鬼力将已经死去的灰臀 丢在了墙角, 又在灰臀所在洞口 仔细查看了一番, 果然发现, 有一条极细的线 从洞中迁出, 连接到远处一个灵灯之上。 想必过去几日, 他和金瓶儿屡次潜入失败, 都是被这小小灰臀所发现。 他曾经在鬼王宗 密藏的残卷 《神魔意志》中看到过记载, 灰臀的鼻子极其灵敏, 远远胜过世间凡物。 自己这几日想起了方法 遮挡身形, 却没想到是被这种小兽给发现了。 其实虽然想明白这个关节, 但鬼丽的眉头却也随之皱起, 站在墙角的黑暗角落之中, 一时沉沿起来。 灰臀这种异兽虽然算不上什么上古神兽, 但世间却也少见, 一向只听说在南方十万大山深处, 某处森林中才有。 焚香谷中居然有了此兽, 而且从这几日, 自己分别从许多地方 试读进入焚香谷, 却无一例外地被发现看来, 焚香谷中的灰臀数目还不少呢, 实在是令人惊讶。 但最关键的所在, 却是将这许多灰臀 同时驯化到如此地步, 这等玉兽奇迹, 莫说中原正道, 便是魔教之中也闻所未闻, 道是传说, 南疆蛮族之中 颇有这等艺术。 鬼力举目转身, 向前望去, 突然发现, 在远处一片喧哗声中, 焚香谷深处一片寂静, 沉沉黑暗如黑幕一般, 笼罩其上, 也不知掩藏了多少的秘密。 山谷入口说那片喧哗声 渐渐沉静了下去, 远远的, 只听到有人大声说话, 但打斗声音已然消失, 看来, 焚香谷一方已经逐渐地掌控了局面。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人, 胆敢如此公然挑衅焚香谷, 鬼力收回望向山谷入口处的目光, 心中不觉略过金瓶盒的身形, 这个神秘妖魅的女子, 此刻只怕还在那片混乱之中吧。 此刻鬼力呢, 已经从刚才那个隐身的角落 深入到了焚香谷内部, 一路之上, 再也没有那种挥屯引发的警报铃声。 向来, 焚香谷多半是将这些嗅觉灵敏的小兽 分布在山谷各个边缘角落, 一旦到了山谷中间, 反而不担心这些了。 夜色深沉, 刚刚从喧闹中平静下来的山谷 显得特别幽深, 随着鬼力如鬼魅一般的身影 在山谷的阁楼上轻轻飘荡, 那黑幕下的世界也渐渐显露了出来。 分香谷号称天下正道支柱, 虽然平日里形势低调, 但毕竟是兴旺八百年的大派, 这一路之上逐渐出现的, 便是这门阀的底蕴所在。 夜色之下, 只见十几条路径或大或小, 彼此相连, 如人体血脉一般, 分散开去, 深入到冯香谷深处那片黑暗之中。 道路两旁或是普通弟子居所, 或是高大雄伟的殿堂, 夹杂在这些建筑中间的都为花草树木, 有青竹寒梅, 亦有鲜艳成黄的牡丹勺药, 相互成群, 远远相望, 与周围殿堂浑然一体, 竟是各有风味。 因为这一场吵闹, 所以虽然在深夜, 但这里不时还有分香谷弟子走动, 鬼力不得不小心隐藏身形, 以免暴露行踪。 倒是看这些弟子的脸上神情似乎很平静, 没有刚才那场喧闹开始的惊讶和震动, 就知道山谷入口处那片情形已然大定。 这少许分香谷弟子走动自然还难不倒鬼力, 十年来, 他身怀佛、摩、道三家修行真法, 以诡异神奇的天书艺术为根基, 道行激进的速度是匪夷所思, 连博学多才的鬼王也是惊察不已, 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只能归于这佛道同修之力, 或许真有暗中契合增进的神秘之处。 只是鬼力隐身暗处, 虽然不将这些普通焚香谷弟子放在眼中, 但摆在前面那十几条道路却违之让他头痛, 也不知该往何处而去。 此番暗中潜入焚香谷, 以他私心本意, 是想着要好好探探着焚香谷内部究竟有何秘密, 最好是能够查出与那些南蛮异族的关系。 要知道这些, 自然是需要前往焚香谷中那些重要人物之所在。 只是眼前这些路径, 看上去简直如迷宫一般, 实在令人头痛。 就在鬼力皱眉沉浸, 考虑是否要抓一个焚香谷弟子拷问的时候, 忽然, 肩头上一阵异动, 耳边传来小灰一阵轻微的深筋。 鬼力吃了一惊, 转头看去, 不禁身体为之一阵。 只见猴子小灰, 用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 猴脸上面容扭曲, 双目紧闭, 竟似乎有痛苦之色, 毕竟他是只是通灵人性, 直到此刻不是时候, 嘴强忍下来。 鬼力这一惊, 非同小可, 不知怎么, 从刚才进入山谷之中开始, 小灰似乎就有些不对劲, 此刻看来, 他的身体似乎有什么巨大的痛苦。 伸手将小灰轻轻抱下, 鬼力仔细打量一番, 只觉得猴子 在自己手掌之中的身体, 微微颤抖, 显然他正在使尽全力, 抵御着那不知名的痛处, 鬼力的心中更是担忧。 怎么了, 小灰? 仿佛是因为听到主人的话, 小灰歪了歪头,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金色中微带暗红的一芒, 如夜色中妖异的鬼火, 更似久忧下那诡异的魔童, 出现在鬼力的面前。 周围的温度似乎突然冷了下来, 小灰的呼吸声开始慢慢增大, 鬼力清楚地感觉出来, 抓住自己双手的猴子爪子, 那份力量竟是越来越大, 爪子已经深深陷入肌肉之中。 猴子的嘴慢慢一张一合的, 但他眼中诡异的金色妖芒, 却紧紧盯着鬼力, 一刻也不曾放松。 从那中间, 鬼力赫然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 和自己以前疯狂的时候, 一样的嗜血眼光。 瞬间, 鬼力突然觉得全身冰凉, 他豁然转头向自己手边看去, 在那绣袍之内,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视魂顶端上方的嗜血珠, 发出了微带血光的悠悠轻芒。 过了一会儿,